波兰总统决选的将近完成的计票结果显示 温和派代总统科莫罗夫斯基击败了保守派的总统候选人亚罗斯基卡钦斯基 后者已经承认败选 在清点了95%的选票之后 选举官员们说科莫罗夫斯基赢得52.6%的选票 在分别两次投票站出口调查显示科莫罗夫斯基领先之后 卡钦斯基向科莫罗夫斯基表达了祝贺 科莫罗夫斯基对支持者说 这次在悲剧阴影下展开的竞选是艰难的 科莫罗夫斯基4月开始担任代总统 这是由于亚罗斯劳卡钦斯基的孪生兄弟莱赫卡钦斯基总统 在俄罗斯发生的坠机事件中身亡